我感觉也不敢到给人家去看 他是不知道一下 透透度 早次就不懂 经经看那个上面 挺下跌 应该是一个不一常性 我感到性格严重 感到小小的时候 不坏情况 没到他 第一次 他老大 说新件事 实在理 欢迎收看由绿园电动车冠名播出的 说是哪里 我是老鸡 今天说的这个事 发生在去年的12月29号 这天正好是山东省衍州市公交公司司机 张师傅直早办的日子 这早上六点多 他驾驶三路公交车 行驶到一个叫两分店的地方 这时候这天就蒙蒙亮了 张师傅也约发现 这前方的路面上好像有一堆碎片 他就一打方向 便道是绕了过去 等他到了终点站再返回 来到这个地点的时候 看到那堆东西还在 这张师傅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原来透过这个车的后视镜 他发现 路边那个绿化带里 好像躺着一个人 他就能过那个车三路车高一点 他就看着人也在这地方爬着了 他是回来朝下 回来朝下 头朝东 怎么怎么这边爬着都认 一开始张师傅还以为是什么人喝多了 睡在了路边 他心想这么冷的天 这人睡着还不会给冻坏了 他赶紧停下车 想把那人给叫醒 可当他走到绿化带跟前一看 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得轮飞破坏 原来躺在路边绿化带里的 竟然是一个头部受伤的男子 他面朝下趴在地上 上衣被掀起 周围的地上还有一些凌乱的拖拽痕迹 张师傅的心里有些惊慌 他忽然想到梦面上的这边 赶紧跑过一路看了他 绿化带里头 那个头部带血的男子外 周围再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不过张师傅出于职业敏感 还是觉得这个人可能被车撞了 眼周市交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之后 很快赶到了现场 当他们到达时发现 绿化带里的男子已经死了 民警对这具男尸进行了初步的勘验 发现其头部有着明显受到撞击的痕迹 有出血的鼻子 年龄大约有个陕是三多岁吧 应该是陆地固者造成的这个失望 初步判断是 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失望 确实不知道 与此同时 尸体周围绿化带里的凌乱痕迹 也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他们感觉 尸体应该是被人从路上 拖拽到绿化带里的 随后民警对现场及周边 又进行了仔细勘查 在距离南石不远处的公路上 他们发现有明显的刹车痕迹 在刹车痕迹的前方 还散落着许多细小的碎片和欺骗 民警对这些碎片欺骗 以及刹车痕迹进行了分析 通过刹车痕迹 看了包括蟑螂车的款度 还有刹车的印划 还有给你想象的车表 应该是桑塔纳 看起来肇事的车辆 应该是一辆桑塔纳轿车 在距离刹车痕迹 几十米开外的路面上 民警还发现了 黄土掩盖下的一些血迹 盖子不是很严实 黄土就盖了 碰了碰子就盖了 那片血迹很大 这些血迹位于公路的正中间 离发现受害人的绿化带 有十多米远 经过分析民警镇定 这片血迹所处的位置 应该就是受害人被撞之后的 第一落地 或者这应该是把这蝉起来了 蝉在空中肥 就是说空中一段时间落地之后 就有一个小套 然后那个地方是景色的地方 景色的地方又出去探戏了 然后又跑到这路边去 这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受害人又被人拖动过 很多地方还做了精心的伪装 这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场 警方感到这不像是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那么肇事的究竟是什么人 案发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 这又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逃逸事故确实有点很多 包括早上年死亡之后逃逸了 但是相当中就是破坏相当 味道相当 我只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状态 沿州市交警大队立即向110指挥中心汇报 请求刑警大队共同侦查此案 如果受害者当事不生亡 这个招逝者一种死体 让那个受害者得不到即时久止 或者不愿意被发现 应该是故意杀人 我们感到性的严重 交警大队与刑警大队迅速成立了三个工作组 分头对此案展开调查 现场勘察组对现场又进行了大范围的搜寻 希望还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刹车痕迹的周围 民警还发现有很多的白色划痕 这些划痕非常的不规则 长短不一 那么这些错综复杂的痕迹 又是从何而来呢 它就是来会儿的种 来会儿的景色往口里的种 结合在路边里发现了电动车的碎片 民警断定 路面上的这些划痕 是一辆电动车留下 并由此推测出了电动车的运行轨迹 民警通过细致勘察和分析 根据现场的种种迹象 断定 这是一起由桑塔纳轿车撞击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交通肇事 可是在现场呢 却没有找到受害人驾驶的那辆电动自行车 这车子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而且这些电动车造成的划痕呢 从现场又往南延伸了三十多米之后 突然就消失了 再没留下任何的痕迹来 走坊组的民警对案发地点附近的村庄 进行了调查走坊 但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案件定性的关键在于受害人的确切死亡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 法医于是对受害人尸体再次进行了砍验 经过借过检验 受害者当时就已经被这个走的车辆撞击失望 失望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净罪 分为净罪断了 按照法律规定 这里去交通着死脱禁案 民警通过尸体得出结论 受害人是被当场撞死的 也就是说 案发时间与死亡时间是一致的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受害人又是什么人 在对尸体进行检查时 民警从受害人身上发现了个工作证 他们通过网络户籍管理 查询到死者的家庭住址 接到民警的通知 死者家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警戒 因为张某上的是夜班 他是28号晚上离开家的 我晚上时间是五分从家出来 去电动车出来去太阳资厂 然后从他家出来到的暗发地点 大约就15分 大约15分钟 也就是 案发时间应该是出了确定位 马上是一辆路 确定了案发时间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根据现场痕迹 来确定赵氏车辆的逃跑方向 和电动自行车的去向了 为此民警对现场的刹车痕迹 和电动车的划痕都进行了仔细的测量 还原了案发当时的实际情况 进而推测赵氏司机在案发之后的动向 当晚11点左右 张某骑着电动车去上班 自北向南行驶 到案发现场时 被后面一辆同向行驶的桑塔纳轿车追尾 在追尾的那一刹那 路面上形成了一个电动车轮胎的搓痕 自北向南有1.3米 然后电动车倒地 桑塔纳轿车在碰撞之后的6.1米处 才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 自北向南刹车痕迹达到了60.7米 应该说达到一个动力上 一个动力上 因为速度应该达到不错 已经杀了杀了杀了 骑电动车的受害者被撞之后 在空中飞行了20多米 落地之后又向南滚动了40多米 事故发生之后 肇事者就把死者拖往路溪的绿化带 而对于电动车的下落 警方也给出了推测 叫电动车 第一 感觉到有可能被路电失忆 这一个是走死者将收费者的电动车撞你 现场虽然不见电动车的风雨 可根据这个电动车划痕所留下的轨迹 民警判断 肇事车辆应该是向西逃算 于是他们对沿途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走访调查 很快发现在一个木材加工厂的门口 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那么这些摄像头会不会记录下 经过的人员和车辆呢 而让民警感到兴奋的是 这三个摄像头的角度可以确保 任何从这里经过的车辆 都无法逃脱他们的眼睛 于是民警立即调出了监控录像 在12月28号晚上的11点多 就是案发前后的那段时间 录像中出现了一辆行迹可疑的轿车 从那个楼上看到这个这辆车 铺的铺长车 从文行看 车的这个牵盖子 明显的被撞击 有囚痕 这牵盖子已经瘡了起来 看不到车辆 这辆车跌跌撞撞 开到木材加工厂的西侧 突然停了响 不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上下来两个人 慌张张的就往这个招式简单抛 虽然木材加工厂的门口 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但是当时已经是深夜了 光线很昏暗 只能看到下车的是两个男子 念量不是很大 都在20左右 身高在一面起屋 起屋70左右 比较念强 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 两人又按照原路 一前一后跑了回来 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两人跑回车上后不久 车子发动 然后向西开去 那么这辆车到底是不是肇事车辆 民警专门来到木材加工厂西侧 发现在现场的土路上 散落着许多汽车的碎片和漆片 经过对比 这些漆片和碎片 与案发现场散落的碎片和漆片 属于同一辆车上的 虽然确定了监控录像中的桑塔纳车车就是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车辆 可是既看不到车牌也看不清肇事者的模样来 仍然是难以锁定犯罪嫌疑人 就在这时 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出现了 有人说在当晚11点左右时 路过案发现场 曾经看到三个神秘的人 不仅跟这三个人有过正面接触 而且还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那么这三个人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呢 可是监控录像里明明只看到两个人 那这个神秘的第三人又是谁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实话里 稍后为您解密 监控录像中出现两名嫌疑人 从城下两个人 黄黄长长又往这边走去现场跑 而知情人却举报 还有神秘的第三人 他们为何要中途返回现场 在那个神秘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明天就吠了他了 骂了一个人 他看着就要做他 谜案如何揭开真相 隐藏在绿化带里的罪恶 说实拉里正在播出 敬请观众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实拉里 前面说 衍州公安局交警大队 跟刑警大队的民警 联手侦破一起交通肇事案 他们先是从监控录像里 找到了肇事车辆 还发现两个人从车里边下来 回肇事现场取回过一些 闪闪发酱的东西 就在民警全力追查 肇事车的时候 突然有人声称 这在案发的当晚 晚上的11点左右 曾经路过撞车现场 并且还遇到过三个可疑的人 他是从在拱地上打拱 就是刚建筑 汇甲 汽车上汇甲 发现这个地方 他走着去塔江 就说 发现路上有个点评 发现路上有个点评之后 他就下来 他就把这个点评撕起来了 就是串凡堂上的一个点评 这个人拾起电瓶之后 继续往前走 结果又发现 这个路当中还有一个车座 于是他又停下车来 准备再把车座也捡起来 这时他看到路边有三个人 光看去三个人 在路上站 向他下来一趟吃饭 那时候 那今天就黑不在了 就骂他一句 让他回 那些车赢了 他骂子就冲他过来了 他看着就要揍他 他没赶赶钱 然后就骑着他就走了 你说这大半夜的 路灯也不是那么亮 本来路上就没个人影 这突然冒出仨人来 还凶神恶煞的冲他嚷嚷 差点要动手揍他 你说谁不害怕 这个时候 那还是得先顾命啊 这人就没敢再捡这个车座子 然后骑着自行车 飞快的就离开了 不过按他所说 经过此地的时间 跟案发时间是正好很接近 难道这仨人 就是那肇事的嫌疑人 可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这在监控录像里 明明只看到俩人啊 难道是这人记错了 他当时跟他反应是伞的 因为他那港航 没当时的 但是这个死骑呢 应该是被揽到路边上去了 这个时候他干到了 他没看人死骑 问他了 他就没看人死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民警只好再次调出监控录像 反复的观看 在这辆桑塔纳的车灯之上 民警终于发现了真相 这个厂呢 当时呢 就是两人从厂下来之后呢 这个厂呢 打灯没有洗花 看着这个厂应该没有洗花 打灯还亮着呢 但是这两人跑了 跑过去 打约有个鸡瓶头之后 这个车就洗破了 这初步盘断的厂还有一点 也说打约初步盘断是三个人 最少是三个人 现在来看 这犯罪嫌疑人确实是三个 不过由于当时案发现场的光线太暗 加上这举报人啊 心慌害怕 顾不上看着几个人的长相 所以呢 也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现在警方啊 只得继续追查那辆桑塔纳的下落 我们通过厂说 调去了这个燕如寺 这个范围内里 我做厂七八十两 没有发现出这个造成的这个情况 线索就是中断 另外两组办人员 对附近的超市和饭店 进行了逐一调查走访 特别是一些安装了摄像头的门头 警方希望能够从中得到线索 这不是这个 到点晚上 这个走着这儿 在这儿吃饭 或者是这个 起来起来生活 我们希望这个 通过这个导师的这个 楼上资料 是手机的 这个翻译出 这辆车的这个 更有价值的一些 显示的一些信息 我们还说 这些刘小之对着自己讲究过 自己打的 他都照着 与此同时 燕州警方于12月30号当晚 在当地电视台打出了滚动字幕 希望能够有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而随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31号 一名自称是赵氏司机的李某某 来到燕州市郊顶大队 但是警方所掌握的种种证据已经证明 整个交通案件绝对不是一个人所为 经过警方的询问 在证据面前 李某某很快就如实供述了父亲的另外两个 而这两人也于当天被警方抓获 说到这儿 咱还有个疑问 你说这仨人为什么会把车开得那么快呢 竟然把人撞飞20多米后又滚落了40多米 他们在撞人后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呢 在木材厂那儿停车后又返回现场去干了什么 被撞的电动自行车现在又在哪 这12月28号当晚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三个黑的时候是朋友 当天晚上第一次也被其中一个朋友的母亲过程 然后车外喝酒 当天晚上这个假设院喝得不少 这三人是在曹和镇跟一帮朋友一起吃的饭喝的酒 酒足饭饱后就准备返回家中 李某某开车带上了一起喝酒的另外两个人 季某和李某准备去衍州室内玩 没想到在两分店这个地方却酿成了大火 我开车那里有七两种台的路 我没看没看 所以走到跟前才看见 距离有四多米的时候 才看见刹车来不及了 是啊 你那时候已经醉眼惺忠了 能看见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酒精的刺激让李某某的车速开得过快 可是遇到紧急情况反应又很迟钝 于是一下子就将骑电动车的受害人撞出去了很远 当时我下去车站就躺了一大坛了 我当初一是没气的 我喊他也不知声 我以为死了 他没站在那里没知声 下来 这一下过后三个人立即清醒 这时他们发现电动车被卡在了桑塔达车上 假设这辆车 然后车来回来的在线上 以前以后想着把电动车刮掉 结果是让来回来的好几次 电影脚 这个假裁的一摸摸 让其他两个人下去这个 拿电动车把电动车拿出来 从头头头头不怕 那么监控录像中看到的那一幕又是怎么回事呢 既然是逃走了 为什么又下车往回走 原来三个人驾车逃到木材加工厂南侧之后 想下车去看一下车头的情况 而在监控录像里 两个人回来时手里拿着的一闪一闪的东西 就是他们在现场寻找回来的车牌 三人回到家之后作为心虚 仍在回忆现场 有没有遗留下什么痕迹来 考虑到当时电动车一路的现场 当时说有两个人往他拽这个电动车 就没拽他 他因为这个姊妹 然后有电动车 然后这个 就这样 李某某某驾驶摩托车又带着际某 而际某手里则抱着挤压的已经不成样子的电动车 一路来到太安市的宁阳县 将电动车抛弃在了宁阳南谷城桥下 随后 李某某又将肇事的桑塔纳轿 开往宁阳县的一个村庄 藏匿了起来 民警随后在宁阳南谷城桥下 将被撞的电动车打捞上 这辆电动车已经被撞的破烂不堪 扭成了麻花撞 而在那辆肇事的桑塔纳车上 民警看到了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撞击痕迹 与之前推测出来的情形是完全一致 车里这个牵盖着 这个撞击的这个循环循环很大 在玻璃上有明显的撞击点 撞击点还有血液 血液 木靶 从这个撞击点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当时 这个照着这假的撞击的速度 也是相当快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因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罪 已经被刑事拘留 其他两个人也因为帮助他人 藏匿毁灭证据 而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 被刑事拘留 三名犯罪嫌疑人都很年轻 最大的25岁 最小的才18岁 常常都是一些 就是没工作 没个亨不正当事 通常就是没事 有点一口罐 也很不止 还是去哪些交信体 要于可能不出事 或者是出不到事 或者是每个差点 这样交信就过去了 我们都知道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的危险性 它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这道理大家都明白 这序案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可还是不能引起一些驾驶员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了 有人说这就是典型的赌徒心态 酒后驾车是不对的 但警察不一定会在路上逮到我 即使逮到了 那也不过是行营酒吧了 所以是绝对不会出事的 当然更不可能会撞死人 也有人说这都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前期处罚太轻了 导致酒后驾车 醉酒驾车 无证驾驶 以及闯红灯等等明显的违章行为是屡禁不止 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这同一个人 当他开车的时候 往往是缺乏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尊重 可有一天当他骑上自行车的时候 往往又没有对行人的尊重 对机动车的警惕和忍让 一旦他做了行人 那多数又会挑剔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对于他的冒犯来 其实在路上 甭管你是司机骑车的还是走道的 哪一种角色都应该遵守交通法规 尊重他人 另外在肇事之后去逃逸 也会改变肇事的性质 加重自己的罪行 这也是这件事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好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 接下来咱开始抽奖 谁将获得一千元奖金呢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绿元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哪里 下面咱开始抽出本期的幸运观众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的话 欢迎您登陆奇路网 好 有事您说话 有理大家了 我是老季 感谢收看我们这次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咱接着说说